欢迎您继续收听,由喜马拉雅出品,节语二撰写,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,唐砖。 第512节 老奶奶得意极了,自己的身边围着两男两女四个孩子,如果不是李安兰带着李荣去了岭南,自己身边该有五个小宝贝才是。 云宝宝小的时候被太多人亲过,所以现在还流口水,这是老奶奶的看法,都是家里那些没用的女人,见了宝宝就不撒手,弄得孩子现在还长不大。 男孩子不能长于妇人之手,老奶奶知晓这个道理,可是就是舍不得。 云木正在揍自己的旺财,刚才旺财拿大舌头舔了咯咯一下, 因为他觉得这个胖孩子的口水很好吃,可是这个动作吓坏了云瘦啊,可是大狗就在一边不走了,又不敢哭,只好向妹妹求助。 至于两个小的,早就被奶娘抱得远远的。 这两天呢,只要看着像胡子的人,都要被问好几遍,眼珠子恶绿了,那也要问问是不是吐蕃人。 这就是没见过吐蕃人的下场,二管家老方悄悄的给老江解释,这吐蕃人啊,也是黑眼珠,黑头发,黄毛,红毛,花毛的,那肯定不是吐蕃人。 云木喜欢骑着旺财,满院子溜达,云瘦也想骑,可是只要爬上狗背,旺财就会立刻躺下,不愿意让他骑。 拿好吃的贿赂也不行,一到晚饭的时间呢,家里最积极的,那就要数云木了。 丫头说一下,不论他在干什么,都会高高兴兴的,洗干净手,戴上围脖,手里抓着叉子,坐在自己家高的椅子上,等待着开饭。 就为这个,老奶奶又臭骂了纳日木一顿,好好的大家闺秀,硬是在草原上混成了鸡民。 所以呢,这两天啊,变着花样的,做好吃的给云木,让他胖嘟嘟的小脸,又变圆了几分。 云家人吃了亏,自然要告状,长安县阳,大理寺都有云府管事,递交了诉状,先把事情说出去,免得云家打断吐蕃人的腿的时候,说长安人欺负他。 李二正拿着云家的诉状在看呢,大理寺的人呢,实在是没法断这个案子,只能上交到皇帝手里。 吐蕃大象的使者团,正在来长安的路上,如果不是好几次都走错了路,到了洛阳,现在啊,说不定已经进京了。 李二非常重设吐蕃的关系,一直以来啊,这个高原上的民族,就是以彪汉,著称于世,早就想在两个国家之间建立一条可以有事商量的渠道。 可是松州之战,把吐蕃人的胆子吓破了,缩在高原不下来,自己实在是有利难失啊。 那现在好了,吐蕃的二号人物从高原上下来了,天大的好事啊,可惜,一下山就把云家给得罪光了。 以李二对云家的了解,这件事绝对不会就这样轻易的接过,这个叫陆东赞的混蛋,没事干, 给自己招惹敌人做什么呀? 他在烦恼,殊不知,陆东赞更加的烦恼,一路上行走,一路上长见识,他发现,越是离长安近的地方,就越是富庶繁华。 过西柳营的时候啊,在新峰那更是惊叹的,一座镇子的繁华程度,远远的超越了罗歇。 大唐的富庶让他明白什么叫强大,一想到自己在草原上随心所欲的得罪云家,就恨不得在自己的头上垂凉下, 因为在一路上,从官员们口中终于知道了自己得罪的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物。 当自己向官员们打听自己,向谁学习,才能让吐蕃和大唐一样复述的时候,他发现,官员们嘴里出现的最频繁的人物,就是蓝豚侯云叶。 陆东赞才不在乎得罪谁呢? 战场上厮杀出来的好汉,才不会担心自己受到什么报复,无非是刀剑从里再走一遭而已,但是他在乎自己的使命。 吐蕃人世世代代穷困,生命昭不保夕,每个人都在趁着自己还能活动的时候拼命的过日子, 在吐蕃不拼命就没法过日子,和老天争,和野兽争,还要和疾病争。 每个吐蕃人的生命历程,其实就是一部争斗历史,生下来没有因为齐带风而死,算是蹚过了一关。 冬天来的时候没被冻死,算是又蹚过了一关。 春天没吃的,强忍着饥饿度过了春日,也算是过了一关。 一个活到二十岁的男子,就要和天地抗争二十年。 吐蕃需要大唐的帮助,需要大唐教大家知道怎么才能够造出郁寒的屋子。 需要从大唐知道,人生病了,需要吃哪些药才能痊愈,甚至连养孩子这种事,也需要向大唐学习。 到了新风市,空气里似乎都荡漾着浓郁的酒香。 随行的勇士们都不自觉地舔舔自己干裂的嘴唇,自从品尝到裂酒的好处之后,所有的人就再也离不开这东西了。 啊,喝酒,喝酒,都是远到来的客人,敬一碗酒,表表心意,不可推辞啊,喝过一碗酒,我们就是朋友了。 酒店的老板就站在路边的老柳树下,端着酒碗就往吐蕃人手里塞,不喝都不行。 红炉寺的官员笑呵呵的说,大象啊,这是新风市上的规矩,酒坊老板都是如此做的,希望您能喜欢这些酒,他们以后啊,好跟您做生意啊。 路东赞挥挥手,吐蕃勇士顿时喜笑开言,端着酒碗就一饮而尽,尝尝了哈了一口气,确实是好酒啊,喝了一碗就想要喝第二碗,老板却把酒瓮盖上了,笑嘻嘻的说,如果还想喝新风美酒啊,就需要拿铜元来买。 岂有此理啊,吐蕃勇士大怒,在吐蕃喝朋友家的酒,哪里有给钱这一说啊,这是在亵渎朋友这两个字。 老板刚才说大家都是朋友了,那问朋友要钱,这是奇耻大辱啊。 老板错误的言行,必须得到纠正,于是比碗还要大的拳头,就轰在了掌柜的鼻子上。 打倒了掌柜,踹飞了伙计,再把妖艳的胡鸡,头下脚上的塞进木桶里,自己一群人这才围着酒瓮,用手里的酒碗开怀畅饮。 陆东赞笑着看自己的勇士刚刚踹飞了一个胖大的壮汉,又把一个要理论的周年人按倒在地,给自己当凳子坐。 大象,这里是大唐长安,过分放肆,对您没有半点的好处。 您已经得罪了云猴,这时候要是连地方官都要得罪光了,您的处境并不美妙啊。 红炉寺的官员脸色开始变黑,如果不是因为来的时候被上官千叮咛万嘱咐的不允许出意外,说不定这会儿自己都会冲上去狠狠的揍土拨人。 哈哈哈哈,土拨人瘀完,这是没有受到教化的缘故,如果大唐教会了他们如何为利益交换,我一定让他们给酒家赔礼并且赔偿。 土拨人闹得越来越大,一队人对付长街上一大群唐人,拳打脚踢反凳乱飞,可惜这些百姓如何能是这些百战余生的猛事相媲美? 一拳打落了为首一个混混样子的牙齿,又一拳轰在了一个壮汉的脑门上,壮汉软软的倒在了地上。 杀人啦! 随着一声凄厉的喊声,原本看热闹的新风百姓顿时就把自己手上的东西抛了出去,密密杂杂的杂物落在吐蕃武士的身上。 烂菜叶子有枝,鸡蛋有枝,茶碗有枝,最离奇的,居然还有一只活羊。 被没看清楚的武士一拳就打的这只羊,肚皮都裂开了,肠肚鲜血流了一地啊。 百姓们稍微一犹豫,立刻就更加凶悍的冲了上去,在家门口被人家痛殴太难看,更何况还是一群吐蕃人,这让一向以侠义自称的新风百姓彻底的暴怒了。 扁蛋,秤佛旗帜,啊,先前还担心自己啊,一不小心,打死了吐蕃人会非常的麻烦,现在眼看着人家,一个打一百个还显得轻松如意,是可忍孰不可忍,打死了这些强盗又如何呀? 红炉寺的官员总算是看出来了,陆东赞啊,是故意这样做的,只要新风市上的百姓打死了一两个吐蕃人,作为使节, 这些陆东赞一定会提出很多从来都不敢想的条件。战事结束了,陆东赞的眼底飘过一丝悲伤,七八个人想要和整个街市上的乱民作战,开始呢还能占点便宜,到后来双拳难敌四手很快就被打倒了,顷刻间这八个武士就浑身脚印的瘫倒在地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《唐砖》。 剑打死人了,新风市上的游民顿时就消失的干干净净,只留下躺在地上的八个武士,瞪着眼睛无神的望着青天。 刚才自己等人还是威风扒面的喝酒,这时候怎么就躺在地上了呢? 唐国的人真的好多呀,这是护卫们临死前发出的感慨。 陆东赞充满了哀痛,人群里一定有古怪,八个身经百战的壮汉子怎么可能被一群老百姓给揍得浑飞渺啊? 不对,这里面呢,有古怪。 解开其中一个护卫的衣服,心窝附近的位置上一道青青的红点让陆东赞敏月的察觉到了,这是谋杀呀,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,肯定有一个高手混在了人群里,只有这样才能悄无声息的干掉了自己八个护卫。 红楼寺的官员开始还在大笑,当人群散开之后,八具尸体出现在自己面前,脸就垮了下来,小腿软了一下,他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件事。 死了的勇士必定进入神国。 陆东赞小声的对官员说,你不用担心,大唐的人还是和早年间一样,一言不合就八戒牺牲啊。 明明是大唐人占了忧,红楼寺的官员却像是死了老爹搭了着脸,死了人的陆东赞倒是一个劲的劝解他们,呵呵的笑,完全不把死人当回事。 新丰世上的百姓不好处置,法不责重啊,都是吐蕃人先动手的,大家合伙打死了贼头,有功无过。 新丰的本地官员这时候说不定正在起草公文,上报刑部,先一口咬死,吐蕃人先动手这一点,再慢慢的转环。 为自家无辜百姓申冤,本来就是自己的职责,这一场大战断手断脚,满嘴牙被打掉的可不是一个两个呀,都需要赔偿。 这一套流程,红炉寺的人是再清楚不过了,天大的事也不过就是打死了几个吐蕃人,边军一年杀的还少了,大唐的哪一条律令规定只许边军杀人,不许百姓杀贼偷的? 老江就坐在唠叨摊子上喝唠骚,刚才不小心卷进了人群,没办法,吐蕃人呢过于凶悍,老外星打不过,拳头砸在人家身上,像是在挠痒痒,老江看不下去了,只好屈指为拳,中指的骨节突出,在那几个吐蕃人的心口啊,击打了一下,让心脏猛的停止跳了那么一瞬间,全身的尽力都被泄掉, 这样一来啊,老百姓们很容易就会打倒这几个家伙,谁知道一不小心给打死了,喝着牢骚,掏着吃核桃,刚上市的青皮奶核桃老江最是喜欢,正吃得高兴呢,就见黄鼠从一间院子里走了出来,很猥琐,四处瞄了一眼,从怀里掏出一包点信拎在手里,装作刚刚从糕点店里出来,然后啊,才直挺胸膛,背着手, 快步的走到街道上,好像刚才那个猥琐的人,不是自己,老江看了一眼房子就知道,那是一个半眼门的娼妓,男人风流惯了,就像吃馋了嘴的猫,想不偷吃,那比登天还难呢,更何况现在黄大财主,家资丰厚,钱袋里有了闲钱, 不去见识一下新丰市上的呼机,那实在是对不起自己啊,对于黄鼠偷吃这事啊,老江觉得没必要去管,于是吼了一嗓子,黄鼠心惊胆战的四处寻找,最后发现是老江,这才松了一口气,快步走过来,拱拱手就坐在摊子上,吆喝着卖牢骚的,给自己来一碗牢骚,润润嗓子, 看你的德行,嫖恶女人,把自己弄得像贼头,本来长得就难看,那刚才小心的样子,那就更难看了,别被人家当贼头打死啊,刚刚揭面上,踩死了八个贼头,黄鼠善善的接滚牢骚,不好意思的说,早年间闯荡的时候,取了一身的坏毛病,阴阳是个好女人,我不想负她,可是这有时候,实在是管不住, 自己,只好这背地里,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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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,老江大笑起来,拍着黄鼠的肩膀说,啊,男人家命苦,啊,就这点乐子了,老夫还不是总局也来楼啊,啊,算不得什么大事,家里啊,安定就好,你看看咱家,啊,侯爷满贡就四个夫人,这还要算上公主这个没名堂的, 大户人家里啊,就属咱家最干净,院子里住着都舒坦,侯爷当初说过啊,糟糠之气不下堂,老夫也是这么认为的,出了门在外,玩耍一下,没关系,就是不要领到家里来,啊,喝烦,云家庄子啊,可没有这种笑话给别人看, 黄鼠和老江喝完了唠糟,骑着马经过西柳营的时候,突然发现土坡人的营地,老江瞄了一眼说,嗯,顶头的一定是一个织兵的,你看他们的营寨,法度森严,屯兵就立寨,还把西柳里的水引到了营地里,挖了个大坑储存,这是在防卫火工,五百人的营寨, 算是坚固的了,兵库,粮库,责重库,都已经立好了,难道说这些土坡人,要在这里常住,不进长安了,黄鼠的脸色古怪,掏出匕首,就刺进了旁边一棵树的树干,硬是拧了半圈,抽出匕首闻闻,怪笑着对老江说,嘿嘿,老奶奶不是说了吗,要打折土坡人的腿,他们的人太多, 咱们不好下手,如果把他们的钱财全部弄走,您以为如何呀,长安米贵,居之不易,没了钱财,就等于没了腿脚,嘿,很想看看土坡人讨饭的样子,你说我,到时候是给还是不给呀, 老江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,敲着马鞍子说,你看这样,老夫说的是气话,听听也就是了,折损了家里的人手,可就不值当了, 细柳营底下呀,曾经有一个汉代的墓葬群,当初家父啊,联合了六家盗墓贼, 才算是打通了下面的永道,土坡人的迎债,就算是啊,您说的法度三严,那也没用,我们从地底下过去,嘿嘿,只要您可以确定他们财宝的位置,嘿嘿嘿,我就能在一夜之间,把他们全部拿走,一个铜板都不给他们剩下,啊,如果还不满意, 哎,这地底下还有条暗河,被断龙石堵死了,只要卸开断龙石,暗河就会喷拥而出,这整个地面就会塌陷,哎,我们就算是拿走了财宝,也不会有人知道啊, 黄鼠节节的怪笑出声,不再看土坡人,打马向旁边的一个山脊奔去,精神大战的老江立马跟上,黄鼠在地面上批拥不顶, 可是到了地下,那完全就是这个混蛋的天下了,老江想想都得意,侯爷这都是从哪弄来的这些,奇人异事啊,说到地下呀,必须说说住在地下的刘芳,韩哲,善英这些人,三天的时间过得飞快,韩哲这几天在乘风他们的精心照顾下,终于有了一点精神,还没等他想逃跑的办法呢, 善英就拿出一团丝线,将韩哲捆得结结实实,对于高手,云爷从来都不马虎,看到丝线,韩哲痛苦的呻吟一声, 原以为这些人呢,只不过是以刘芳为首,想要吞并洞瓶湖的势力,啊,自己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云爷身上, 没有注意韩哲先生,以至于被他乘虚而入,现在看起来,自己又一次输得一败涂地,这一切都该是出自云爷的手笔才是啊, 感谢您的收听